受冠状病毒疫情影响 本地补习中心发现了不少学生开始缺课 中心也纷纷采取防疫措施 并提供线上直播课程 让缺课的学生也可以在家上课 来看记者黎嘉宜的报道 线上直播数学课 让无法来补习中心上课的学生在家观看 即使错过了直播 也能观看预录视频 这段期间 缺课学生有课业的问题 也可以通过WhatsApp平台向老师求助 最佳补习中心表示 自疾病爆发应对系统调高到橙色级别后 他们更积极采用网络通讯平台来加强防疫 当然是比较忙一些 就是说每一堂课过后 我们就要把桌子一直消毒 然后就说去买那些手指挥给学生用 补习中心发现 自上个月本地爆发病例以来 有更多的学生缺可 大多数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生病 所以父母也收到我们的讯息 说如果孩子生病的话 就把他们留在家里 那少数的没有来的学生 是因为父母担心 孩子会不会被感染到 这段期间中心也有提供一对一的补习选项 可以减少多人接触 但是价格比一般的费用贵多约一倍 而中心表示目前没有家长选择转换到一对一 因为多数认为只要做好防范措施 还是可以照常上课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